走出校园和职场 年轻世代上街头 他们参与肇事 他们返乡投票 要用无声的水票 让世界听到他们的声音 坚持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角度时 是两关系和平稳定 不可动摇的基础 台湾的前途 由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决定 国台办声声喊 就是要把台湾和中国绑在一起 但是国民党坚持的九二共识 一中各表 很明显在这一次大选 一大部分选民就是不买单 尤其年轻人 老一辈和新世代出现黄金交叉 对主权的意识在世代间产生鸿沟 年轻人强调独立自主 浑然天成的台湾意识 让他们成了天然台 网红伯恩用Kuso影片介绍台湾 画面出现小熊维尼 正是用身份认同的话题 来调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身间乐团主唱的台派立委林长佐 过去时不时在立院用台语直询 强调自己就是天然台的立场 让年轻世代纷纷响应 在新世代意见领袖的带领下 年轻人选择用投票来捍卫台湾主权 2020大选选举人年龄中 20到39岁一共666万9千多人 甚至比50到69岁还多出了935人 天然台的年轻世代崛起 甚至一旦出国被问起 你是哪一国人 我是说我从台湾来 这是不变的事实 就是大家只听过台湾 可是中华民国他们可能不一定知道 我自己都是说台湾人 对啊 因为从小 其实我们受到的教育就是 我们是台湾人这样 我是台湾人 这样的意识早已经根深蒂固 这跟他们念的课本 受的教育脱离不了关系 均速到1997年 前总统李登辉日内 当时的教育部长吴京 在国中推出认识台湾的教材 第一次把台湾历史地理 整合成单一课程 但受到部分学者强烈反对 而到了2000年 陈水扁总统上任 历史课纲中 台湾史终于首次独立出来 以往我们的台湾的历史等等 都是附属于在中国史里面 但是自从民进党上台之后 那么就有像认识台湾 认识台湾的历史 社会等等这一类的教材的出现 再到2019年8月实施的108课纲 第一册历史更不再用 夏商周等编年体划分 改成用主题式 把台湾放在整个东亚社会来谈 去中国化更明显了 算一算 现在36岁以下的青年 从国中就接收到台湾主权的意识 而30岁以下的年轻人 也就是七年级后的一代 更是从小就被灌输台湾独立于中国之外的观念 在20年的这个课纲的改变之后 你会发现 那我们整个对于台湾的历史 社会等等 那么它在整个的教育的内容方面 就是更加的丰富 所以使得我们现在 接受这一套课纲的年轻人 他们对于台湾的主体性 以及本土意识 他们就是更加的加强 民主开放的思维 结合台湾意识 什么口号和威胁 都再也绑架不了台湾年轻人 你只要觉得自己是一个国 就是一个国家 是中国还是台湾国 不用特别强调 只是一旦有人想钳制台湾现有的自由民主 那么年轻世代就会奋而抵抗 用静坐也好 要一把人家的体育问题 选票也好 把我们的手举起来 天然台精神把年轻人凝聚在一起 用力的让世界知道 他们生长的土地叫做台湾 不容许任何侵犯 三立新闻梅之泉 这一次台北采访报道